真言 第一章 大魏的儿子 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真言 要使人懂得智慧和训会 明白通达的言语 使人领受明智的训会 就是公义 公平和正直 使渔蒙人灵巧 使年轻人有知识 有智谋 智慧人听见 增长学问 聪明人得着智谋 明白真言和辟语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望人藐视智慧和训会 我儿啊 要听你父亲的训会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会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恩惠的华冠 做你颈上的项链 我儿啊 罪人若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 他们若说 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要埋伏杀人流血 无辜的潜藏 杀害无辜 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 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杀人流血 在飞鸟眼前张射网罗 一定会徒劳无功 同样 他们埋伏是自流挤血 他们潜藏是自害挤命 凡靠暴力敛财的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种念头 必夺去自己的生命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广场上高声呐喊 在热闹街头呼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语 说 你们无知的人喜爱无知 傲慢人喜欢傲慢 愚昧人恨恶之事 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因为我呼唤 你们不听 我招手 无人理会 你们忽视我一切的劝戒 聚听我的责备 你们遭难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惊恐如狂风来临 灾难好像暴风来到 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我必吃笑 那时他们就会呼求我 我却不回答 我却不回答 恳切寻求我 却寻不见 因为他们恨恶之事 选择不禁为耶和华 不听我的劝戏 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所以他们要自食其果 保障在自己的计谋中 于蒙人被盗 害死自己 于美人安逸 自取灭亡 唯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宁静 不怕灾祸